今天上午大盘这种走势让人家又有点看不懂了 你看早盘这个位置还算很坚挺 尤其是早上开盘的时候 这一度跌的还挺多 这个图你看不出来啥 通过这个图看就得一下人了 看早盘这个时候四千多家下跌 那基本上又回到了过去了 但能够完全的收回来 并且到现在你看到没 就是大盘股在跌 小盘股跌的并没有那么多 那么科技股率先起来了 就是科创 我们以科创为代表 科创探底回升 而且科创的小盘股长得还挺多 难道科创的小盘股在这就直接起稳了 那可真是这个位置是不是被错杀 我们就给这么定义 所以今天下午科创版能不能起稳 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要务 那么再有一个 大家看今天的你像低空经济 短距还有算力这些东西走的都不打地 尤其是前两天走的比较好的 你像煤炭石油 今天都在跌幅榜的最前列 还有一部分银行 你说那位说这是咋的了 那银行在跌 可是其他东西呢 金融的三件课 880473 你看保险 保险还上涨呢 这不在零周上方 并且保险呢还冲了个高 那你再看券商880472 这也是金融股啊 为什么金融股它还创新高 而880471 银行却高开低走 那位说这不就是分化吗 因为银行就是之前涨的太多 而保险 你看880473下来了 880472 券商 这些东西他们都已经先于银行调过了 所以未来的上涨 会不会以这些先调的 那么他们开始出现一波 而过去上涨的880471 你像银行啊 还有880310 石油啊 包括880301 煤炭呢 就这些涨得高的 他们开始出现不涨 或者出现不跌 或者是回调 这不就是市场轮动 风格切换吗 一谈到市场轮动 风格切换 我们就想到分化这个词 现在呢 市场从分化到割裂 已经加剧到这种程度 分化到最后 那么就需要割裂了 割裂是啥意思 以指数来说 咱们看这个啊 以上证指数 你看上证指数呢 现在还在上面 而上证50呢 现在这个已经创新高了之后 可是 你像科创版 这可是跌了这么多 所以今天科创版是超跌 它反弹了 再有你看 这个 护身300 是不是跌的不多 可是 深层指 这也是调了 包括创业版 这不也在调吗 那么刚才我数了五大板块 就是上证指数 上证50 它们还没跌 而深层指 包括这些创业版和科创版 尤其是科创版 前期跌幅是最大的 今天早盘 我们在做早播报 说的也很多 说科创版的最大合回撤 已经超过11.6% 那么今天呢 科创版走出不一样的走势 这不是科创版 探底回升 这是科创版 现在还涨着呢 尤其是科创版的小航股 那这些科技股 是不是前两天被错杀 或者是说被错杀之后 它们现在正在主筹出一个修复 那么如果这种修复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 科创版在这个位置直接提问 现在还不能这么断定 如果现在这么及早的下断言说 科创版就已经直接提问了 首先这个位置呢 得出一定的信号 那位说那得出什么信号呢 你起码我们得看呢 90分钟图 还有60分钟图 这个位置得出现一个底背离的形态 那样来讲上涨的概率 我们才能够慢慢的相信 你包括60分钟也好 这不已经60分钟 60分钟在这有一个小低点形态 90分钟呢 有一个低点的顿化 尤其是120分钟 这个比较大的级别的 这已经出现了低点顿化 如果这个位置包括90分钟 这些级别 要是能够一个快速上涨 那可真的形成一个底背离结构 有了一个底背离结构 再加上一个上涨 这个位置呢 说止跌起稳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还给他看看 这个位置能不能向上推升 那么总结一句 大盘呢 现在市场分化 而且刚才说到这种割裂 割裂呢 就是他们之间不均衡 由于市场这个六大指数 上证指数互称300 包括深层指 上证50 创业版 科创版 这六大指数 他们之间不协调 没有办法形成一定合力的时候 那么单边上涨 或者单边下跌呢 都很困难 尤其是单边上涨 那你既然有这个东西在割裂 就得有一些东西需要修复 所以咱们现在提出的这理念呢 就是这个位置 有修复性的上涨要求 那么这个位置 要是部长该怎么办 部长呢 我们就得看住手里的品种 你假如说像这种东西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不就是单阴测顶吗 记不记得古邦曾经给大家讲过N多次 什么是单阴测顶 这里就是一个单阴测顶的状态 但今天煤炭是标准的单阴测顶 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参与了 那位说这种情况我们跑的话 通常来讲都怎么跑啊 你像这今天冲高回落 在这儿跌破五日线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这位置就得加紧观望了 尤其是跌破十日线 就是1670点附近 就在这里的时候 1670点这里的时候 连五日线下来都收不回去 那么这种东西就在这儿 我们就应该都跑路了 所以说像这种单阴测顶 我们不要参与 那么能不能一些东西 现在他们的出现冲高回落 你像今天的煤炭 石油呢880310 石油这个位置还不算单阴测顶 但是这儿呢 也已经跌到了咱们的安全绳 如果再往下一跌 那么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急掌 这是急掌啊 急掌之后 急掌之后出现了还掌 还掌就是贴着十日线在跑 一旦今天石油要是再摆 十日线跌破了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可得做出一个五日线之后的减仓 并且十日线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减仓的动作 好总结一句 大盘呢 北上资金现在是往里头流入 而市场出现分化 像毛指数 宁祖和这些东西呢 有一些东西在上涨 今天北上资金流入呢 又回到了喝酒吃药 就这些吃吃喝喝 你看今天的猪肉啊 又是什么酿酒啊 鸡肉啊都长了 尤其咱们今天这个军工 国防军工长得好 这个呢 咱们不去做解读 因为这个咱们不要再说 比较神秘 大家就知道 就是外面地缘的种种情况吧 我们这些东西呢 他们该动 这是也那个 但是下跌的东西 都是前两天 就是比较高的 你像煤炭啊石油啊 是不是都是这样 那么现在真正出现回调之前 就这些东西 我们还得规避 你像这个煤炭 880 301 这煤炭 这不都已经出现了 880 301 已经出现了单烟见顶吗 单烟见顶的时候 我们这个位置就得跑路了 这个位置可不是说 在简简单单下车的时候了 都得跑路了 好 那么就是有一些东西要跑 而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还得想办法往回接 那不就是证明这一点吗 大盘 现在仍然在这个 3月7号之后的 横盘震荡整理当中 横盘震荡整理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当做T加零 因为说这个位置 还敢买卖操作吗 这个位置 你想想别人不敢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手中 如果刀光靠的躺平 现在很多时候啊 好多朋友们现在还没回本呢 尤其是有一些手里头拿着一些乱到糟的东西 像那些小票科创板的 那都跌的一塌糊涂的时候 现在还没有回本的时候 那不是趁着这个横盘震荡 我们该操作吗 股邦不经常在讲吗 上涨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比别人赚的多 下跌的时候 我们一定比别人亏的少 因为下跌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仓位非常轻 但是横盘震荡的时候 这个期间 我们一定会比别人赚的多呀 因为别人不操作躺平 而我们是频繁的操作 这不就是T加零的要义吗 好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下午这个位置 我们还有T加零的机会 就像上周五 还有前几天 都有好几次T加零的机会 我们已经果断介入 今天下午 这个位置还有机会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